有活力继续修 这样了解吗 了解就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芳村讲师underscore冷眼睛underscore第一片underscore台南同意公underscore100年11月19日 感谢各位前贤们提供文字党 文字仅供参考 若有错误要以刘讲师讲课原因为主 各位点传师各位讲师各位谈主各位前贤大家好 后学瞻道天恩师德老前人前人大德 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后学机会学讲 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讲冷言经 后学本来准备讲 唯摩洁经各位有听过吗 因为冷言经大概也要一年的时间才讲得完 一年讲完以后 假如后学还在的话 我们就讲唯摩洁经 因为唯摩洁是在家居室 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度化梭婆世界的众生 唯摩洁是东方流离世界的日密菩萨 到梭婆世界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 所以角度不同 我们今天要讲的冷言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性理心法 全部都是产养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 所以在佛教的显教部分 他都没有讲说 冷言经是属于密教部 佛教的教法有两种 一种是显教 显明的来教 一种是密教 不给知道是什么原因 叫你怎么做 你就按照它怎么做就可以了 冷言经这部经是属于密教部 在大藏经里面的第十九册 密教部可以找到冷言经 后学早期在后天庙的时候有看过这部经 而且也深入其中研究 知道这部经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化 所以也非常有心把它产阳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没有去接近首冷言经 所以对冷言经的认识都不深 后学会慢慢讲让各位了解为主要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静得下心来 绝对会明心见性 后学也是期望各位都能够成佛 而冷言经里面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我们稍微把冷言经的背景先了解一下 在西元502年达摩祖师把道传来中国 在我们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 天台中有一位创天台的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创建指观修持法门 各位有听过吗 指观的修持方法 指等于停止 停止我们的妄想杂念 观等于观照我们的佛性 所以 指观 跟冷言经有点相类似 所以智者大师就向西方拜求 能够建到这部冷言经 但经过18年冷言经 还没有办法传到中国来 当冷言经传到中国来翻译的时候 已经是西元700年 那时候刚好武则天与中宗皇帝在位 那时已经是六祖的晚年 六祖西元714年归空 而冷言经在六祖归空之前开始翻译 离智者大师归空的时间已经100多年 所以要见到书胜的经典 竟然那么不容易 智者大师在西元600年左右 那时候一直希望能够见到这部经 但见不到 我们很幸运竟然可以见到而可以研究 我们有写一张纲要 冷言经的内容 一面是概略 另一面是详说 后学先把这重要的重点介绍出来 讲义 首冷言概略 一成中文曰 一切是究竟坚固 首冷言 翻译成中文叫做一切是究竟坚固 一切的事都是究竟 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住在坚固之地 所以一切是究竟坚固就是首冷言 概略 则是因为能让我们用越少的文字越能够记忆 所以用很少的文字把里面所有内容讲出来 意味无人现前一念 寥寥分明之心 极具诸佛全体待用 我们仍显现在眼前那一念 这一念我们寥寥分明 就是能够觉 那个绝了之心 极具诸佛全体待用 就是显现在我们眼前有寥寥分明的 绝了之心 像